根据党中央有关规定 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党组成员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每年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数值 近期 有关同志按规定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书面数值 习近平认真审阅了数值报告并提出重要要求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有关领导同志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书面数值一次 就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推进本职工作 连接自律情况 做出报告 是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动摇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必须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 努力实现良好开局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打好基础